兄弟们,众所周知,庄周非常克制吕布的大招 你在鱼面前起飞,必然会被他解控 所以要把他们锯到一起,双C往塔下走,非常合理 我们就往左边跳,把他们赶到有变 然后,梦中情刀 拉满了兄弟们,真的拉满了 那我呢? 杀鸡,烟用苍穹啊兄弟们 吕布团战中批完这两下子就已经拉满了 四空阵开大进场,给他们全收了 大家都知道,吕布最强势的就是后期 一刀可以劈碎劈一半血 基本上副场魔跳过去,一刀就死了 大家看这一波,辅助蓝猎王正在偷塔 不确定能不能成功 但是我该挡上一挡,回头先附魔 跳大 庄周这波大招开晚了,他要背大锅的 四个人当中,一刀劈死于尽 当然了,攻击只能让你一技能和大招的伤害变高 遇见减速会根本A不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攻速 这波没有大招,半血 但是仓球一点,回头P,挂A,挂A 直接那些啊 能看出我攻速比较快吗?再杀一个招军 半血没大铝布,扭头给双CP了 确实挺不错的啊 这波就要归功于我们的制裁了 15%的攻速,A得很舒服 当然了,制裁不是核心装啊 要等对面有回血英雄的时候再出 比如什么蔡文基,桑起 或者是你兑现了个曹老板,陈小金的时候再出 毕竟现在曹老板的强度确实也上来了 在对抗路,竟然想打他,还需要拉扯 你看,他就很喜欢绕到屁股后面 我就知道,衣闪小赞 你直接给我坐下 可恶啊,竟然还需要动脑子 没有关系啊,等我出了制裁 打他就不需要动脑子了 这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兄弟们 就像当年反甲没削之前 你出反甲打理师傅一样 装备一出,脑子直接摘掉了 当然了,不管出什么装备啊 合适的进场时机才是旅步最关键的 这个大跳下来,瞬间就攻手一斜 此时制裁也出来了 有攻速A这会比较丝滑 吕布一点攻速不出 我总有那种A一下 然后走一步才能再A的感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样的 这波莱西奥二三技能都叫了 减速,P一刀,直接跳 闪现调位,P三个,A 再A,侧P,直接拿下 这个角度是刚好能擦到莱西奥的 它肯定是往草丛里面走的 而且制裁是可以吸血的嘛 你看我们半血多一点 把三只猪打了,盾也回血 蒲公也吸血,直接回满了 虽然说打人的时候真伤吸不了血 但回状态的时候还是不错的 当你的吕布同时拥有了攻速和伤害 那么剩下的就是冷静和勇敢 直接跳招军 他闪现了 看阵容 对面赵怀真明显没状态 直接追就好 再P一刀 拐,招军开大了 直接闪到他们脸上 我说了他们没状态 一刀P四两个 小明也没大招的 因为他有大早就给赵怀真了 好好好,明视野啊 这样玩,差点在他手里 总之吕布是个非常经典的英雄 上手和点位一样简单 但是上限要比点位高三四层楼了 很多时候一点小小的细节 就可以让局势逆转 是个非常推荐新手玩对合录的英雄 同时他也可以让你一直玩 附魔之后伤害非常高 你看不附魔 一刀P曹老板 1014 会让人觉得 不疼 好像还能挨一刀 于是这第二刀 兄弟们,就这伤害 你要后期一刀P了五个 我都不感想有多爽 OK了,兄弟们 这是一把酣畅淋漓的战斗 现在又到了欣赏我MVP的时间了 我 завис当下 안�hoor actually 我还没有在一起 我们下吧 因为你不 incorporating 你不 Feel 我想起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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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支跳 AS MC T facing 对 or tera 是 因为 今天 晚 这 打 下期再见 B Th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